实力一切执着 成就无量功德 以无碍会皆发入入 崇敏自立执行圆满 那么这个四句 以实力执着为首 因此实为入道之关键 你能不能入道 要从这下说 你说这多重要 今天我们修复 无论出家在家 不能够欺辱 就是因为有执着 最近 大概有二三十年了 我常常劝勉同学 也劝自己 放下自私自立 放下明文立 放下无欲六成 放下贪嗔痴慢 我到处都讲 逢人都全 我讲得很老实 我说我讲这十六个字 你统统能放下 有没有入佛门 没入 我跟你说真话 我这十六个字 我这十六个字是带你到佛的门口 没进去 进去 要用佛的标准 我的标准 不行 佛的标准是什么呢 破 无中 见惑 你就切入了 入什么境界呢 小臣粗苦 大臣 粗心 为菩萨 虽然是很浅 就小小圣 你可是圣人了 你不是凡夫了 你已经入佛境界了 刚刚入境界 很浅 但是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么无中见惑里头又是神界 你要真高清楚 真高明白 神不胜火 那神不胜火 是什么呢 是我所有的 我所有 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要把身体看成像衣服一样 金刚经 前半部说 四相 无我相 就是无神相 无人相 无众神相 无受者相 这四相刚刚破 就是徐桃文 这金刚经上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四相没破 没有入门 都在门外 第一个 神剑破了 我只破了 我破了 我身破了 第二个 边剑破了 边剑是对裂 两边 这个烦恼一破 你就能够以平等心 对一切众生 那我们今天不能用平等心 对一切众生 是因为 有分别 有自主 下面是陈建 新入为主 主观观念 自以为是正确的 其实全错了 建去建 果上的陈建 建去建 因上的陈建 陈建 爱死 障碍我们开悟 障碍我们得定 所以 学历一切执着 是入道的关键 是入道的树脱 不能不认真学习 在经趋式双方式 在家会认真学习 穿过去建训